大家好 這學期我們進到英文二 上學期我們已經上了一個學習的英文 相信老師的各種方式大家都已經習慣了 我們這學期一樣進入第二 使用的教材還是用 Smart Choice 2 Smart Choice我們上學期上的東西 同學也都已經在每一個單頁都有做一個練習 包括我們的單字 還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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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reading 閱讀測驗 包括其他的現場測驗 相信大家都有 大家可以知道說怎麼樣去進行單元 接下來我們這邊可能會上單元5 單元5 會講到現在是 West Pocket 講到時間的故事的部分 第六單元我們講到的是 You should try 也就是說你會有聽力的練習 閱讀的練習 包括你在一樣你的英文的工資能力 還有你的工藝素養方面 再加上我的羅興合作這方面 你會接著課程的目標 其中考的我們會有考三個單元 第五和第六單元 第七 第八 第九 接下來的其中考的部分 我們會進行三個單元 那一樣跟上學期一樣 每一學期我們會有 e-test 的測驗 上學期我們已經考到第六單元了 我們這邊就繼續第八 第九 第十 七 八 九 十 還有呢 十一 十二 五單元 那希望呢 在這學期的五月七號的 CSEC 你能夠加油 那我這邊的教材是還是一樣 我們用Roseford University 我們用英國倫敦的教材 就是那Trust 2 那這是讀法書題代理的 那考試的方式呢 跟其中考跟其末考 跟有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學期呢 我們在CSEC的部分 都會占整學期的成績的40% 所以其中考 其中考 占20% 其末考 占20% 還有呢 平常的平常20% 就是讓每一次的考試 大家都注意一下 那跟我們課長大綱上去的主要 因為我們大綱主校的系統 還能夠 那考試的部分呢 平常考以外呢 還有其中考的部分都要加油 那平常考老師會加入 每一回的單字考試 那每一回單字大概會考一單元 至兩單元 那接下來呢 我們看一下你們一批的作業 一批的作業是學期一樣的作業 跟一個補記 那作業一就是現象測驗 第五百元 在十月十四 十五號以前 希望公園能夠全部交起 那筆記一的話 也是大概在試業前 希望你們多練習一下 片尾才可以到 補書館去找一下片尾的相反 補書 或是雜誌 去寫這些筆記的部分 那你們要把所有的精神 放在五月七號的考試 那五月七號考試 我們有補導課 補導課呢 包括了我們學校的 呃 焦灼企劃 那焦灼企劃呢 在外語中心的網站裡面呢 在外語中心的網站 我們都沒有公告 那學學期開了兩個班 也就是所謂的CSEF補導班 現在已經都報名完畢了 那其他的班點 現在我們又加開了一個GET 全球影檢的班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如果有什麼事情的話 我們的網路大學上面呢 都可以提供 或者是注意一下 老師網路大學上公告 還有外語中心的所有的公告 那網路大學上呢 那課程討論本一樣 你們把一些補救教學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補導的部分 你做了說你的考試部分 不清楚的 我們有PA 那PA也已經把他的聯絡方式 公告在我們的網路大學裡面 那網路大學呢 是提供一個公公的橋樑 還有一些 欸 題目 就是說我們老師會把所有的 課程討論板上面 或者是我們課程上的知識 你可以向往去 每一個單元 還有魂寶的部分 老師都把它放在我們的寶寶上面 所以你要兩層上網去學習的習慣 那這邊呢 在廣大部分的委員繼續提供 我們上面去接下來的 七個單元的文法 那這七個單元文法呢 你必須要自己上網去做試學 那其中我會考四個單元 包括 還有條件距 還有呢 接近時 還有兩個名詞的部分 提供卡會跑後面三個部分 所以呢 同學這個 這個部分是要自己看 注意一下自己做練習你的文法 你的文法概念 怎麼清楚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有給你一些 把我們線上測驗的 TOS的網上上 這課程的線上測驗 所以你可以從這網上上 去做練習 遠慮跟錄你的學習的時間 那這邊的話 我也給你 EasyTest的線上測驗 EasyTest的線上測驗 還有LiveMVC 那這學期 我們會再加一個 MaiEET MaiEET MaiEET的話呢 現在的圖書碼 還沒有加上去 所以這個MaiEET 這個教學軟體 還有學習 你都可以 所謂的MaiEET MaiEET MaiEET 你可以自學的 裡面可以符合自己程度 還要配錄音 所以這個 都可以加入我們的 考評的觀念 那接下來呢 最後的話 我們更不明 就是你的多益 考試 如果說你要在校外的 職場上有一個 比較 讓大家可以認定的 那就是多益 多益 這些文件 所以要從這邊去努力